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我是Doris 根據美國智庫3月24日發布的報告說 自2月底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 外國投資者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將資金撤出中國 意味著全球新興市場的資本流動 出現了極不尋常的轉變 《華爾街日報》3月24日也報導說 外國投資者3月以來 已經退出了約95億美元的中國大陸股票投資 這樣反映了在俄羅斯被金融孤立後 投資者對地緣政治風險的重新評估 截至3月24日 本月通過與香港證交所連通的 胡港通和深港通流出的資金 可能成為自2014年投資計劃開始以來 第二大的月度縮減量 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月度縮減 發生在2020年3月 當時COVID-19震動全球市場 離岸投資者正賣出106億美元的在岸股票 雖然分析師和投資者都表示 現在說外國投資逐漸撤離中國還是太早 但是分析師和投資者都認為 在最近的市場動盪中 可能發生了一些變化 美國退市擔憂 和中國不斷惡化的疫情 也助長了這個動盪 近年來 外國投資者向中國股市投入巨額資金 依據中共央行數據顯示 2021年12月 外國人持有的在岸股票和債券 各自超過6000億美元 但是目前 根據美國智庫國際金融所的數據 投資者2月底以來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將資金撤出中國 顯示了全球新興市場的資本流動 出現了極不沉上的狀況 智庫國際金融所 在3月24日發出的一個報告中還表示 經由短期密集採用的高頻數據顯示 中國股票和債券市場 遭遇大量資金流出 但是流入其他新興市場的資金 卻保持增長 智庫國際金融的首席經濟學家 羅賓·布魯克斯 和他的團隊發表文章表示 由規模和強度來看 中國的資金流出 規模空前 尤其是因為我們還沒看到其他新興市場 出現類似的資金流出 資本選擇在烏俄戰爭爆發之後 流出中國表明 外國投資者可能正由新的角度看待中國 不過現在還沒有辦法在這方面 得出任何明確的結論 布魯克斯告訴《華爾街日報》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驚醒了外國投資者 很多金融界人士 沒想到會發生戰爭 華爾街出現了有關對中國金融狀況 所提出的問題 和幾週前已經不同 例如 長期追蹤國際資本流動的布魯克斯說 人家在問 為什麼投資俄羅斯 但是就被我們搞得那麼差 還有什麼地方我們還可以搞錯的 布魯克斯認為 中國是有可能出現問題的地方 3月14和15兩天 隨著中國在岸和離岸股票暴跌 資金外流的情況最為嚴重 中共高層在16天 出面安撫投資者 隨後兩天貫隨著資金強勁流入 之後又恢復了比較溫和的資金外流 《華爾街日報》說 儘管是這樣 3月的回調還是罕見的 根據Win數據顯示 自香港的股票項目開始以來 外國投資者 每6個月中 大概有5個月都是只買家 其他月份的資金外流 很少超過30億美元 對比2021年 北京當局對科技公司的壓制期間 國外買家仍然在繼續購買股票 在處理俄羅斯這些直接問題的同事 投資者也關注中國 跟俄羅斯一樣 中共治理下的中國 也是一個專制國家 因為涉嫌侵犯人權 和公然無視國際環境而受到批評 經濟學家們預測 轉折點會是對台灣的軍事入侵 北京認為 台灣是一個半翼的省份 必須與中國大陸統一 不過 考慮對中共 一直將經濟增長 作為中共最自豪的成就之一 很難想像 習近平會不會在不久之後 無助讓國家遭受到毀滅性經濟制裁的風險 而入侵台灣 野孫政勸亞太股票研究聯籍主管 吉姆·麥卡弗提表示 很多專注在新興市場投資的基金經理 被終端投資者告知 要退出俄羅斯市場 而其中一些資產所有者 同時也決定一拼退出中國投資市場 因為考慮到 這兩個國家在政治上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麥卡弗提說 當然 也有一些全球投資者會覺得 俄羅斯情況跟中國是沒有關係 華爾街大財團 高盛集團的分析師表示 高盛集團 仍然對中國股票 持超倍的態度 並建議投資者 將更大比例的持股 投資在中國股票 花旗集團 在一篇在線財富觀察的文章裡面 都保持類似的態度 財經網站巴林 3月24日 康登分析文章表示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意外入侵 以及投資者逃離俄羅斯資產的驚人速度 顯示了一個獨裁國家投資的危險性 尤其是一個邊界上常常陷入爭端的國家 文章還表示 中國不是俄羅斯 中國融入全球經濟的程度更高 並擁有更大的市場 但是俄羅斯的漩渦對中國的投資者有著重要的教訓 因為中國和烏克蘭的戰爭有關 也和怎樣管理日益緊張的局勢所帶來的廣泛脫歐風險 以及大對抗有關 包括未來中國對台灣可能的入侵 有分析說 過去外國資金長期湧入中國債券市場 人民幣幣值一直受到資本流入 和中國出口激增的支持 如果外國金融投資 現在開始枯竭 或者流出中國 這樣會消除對人民幣匯率的支持 2022年1月 中國主權債務相對於美國國債的額外收益率 近三年以來 首次降低到一個百分點以下 降低了對投資者的相對吸引力 2月 外國投資人 賣出了相當於56億美元的人民幣國債 創下了月度資金流出的紀錄 3月到目前為止 上海和深圳股票的總價值 大約是13萬億美元 和整體規模相比 3月的外資拋售規模不大 但是 外國投資人已經退出了約 95億美元的中國大陸股票投資 反映了俄羅斯被西方金融孤立後 投資界對地緣政治風險的重新評估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自大紀元記者 林彥綜合報導 今次的《紳士閣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 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紳士閣聽新聞》 《紳士閣聽新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